眼下正是东南亚国家榴莲丰收的季节 这其中最有名的应该是马来西亚的猫山王榴莲 它也有糖王的美誉 不过由于猫山王榴莲只能成熟后再采摘 再加上它的糖度很高 就很容易变质腐败 得益于急冻和冷链运输技术的进步 这种好吃的榴莲才能够进入到中国市场 说起马来西亚榴莲 就不能不提到它的代表性品种猫山王 在猫山王的主要产地文东 我们一早就看到榴莲收购站的繁忙场景 经过收购站的分配 一部分榴莲会直接送到当地市场 而另一部分则会送到工厂进行清洁和冷冻 会出口到国外做好准备 猫山王榴莲有一个特殊的记号 像这样榴莲的底部有一个五角星形状 这种榴莲就是猫山王 而每到年底雨季的时候 当地果农会在猫山王的底部 它缠上一圈这样的绳子 目的是为了防止猫山王可能爆裂 都说马来西亚榴莲最好吃 那么它究竟特殊在哪里呢 从采摘方式上看 马来西亚的榴莲与其他国家的榴莲 之间一个最大的不同之处 就是自然脱落 当地人绝对不会从树上把榴莲摘下来 而是一定要等到果实熟透之后掉下来 才会去采摘 这样做的好处呢是榴莲的口感会更加的香甜浓郁 但是它的保质期也会随之受短 自然成熟脱落的榴莲呢 它的保质期只有48小时 那么怎么样去延长这个榴莲的保质期呢 当地的榴莲出口商呢 就引进了一种叫做液氮冷冻的技术 通过急速低温的冷冻来延长榴莲的保质期 从而为更远的运输和保存创造条件 那这个液体呢 它运送过来的时候 它只是一个液体 它经过我们的设备 把它打压成气体 再喷射出来 那这个液体原本的 它的冷度呢 是零下200度 在挤压过后 我们超空维持在那个温度零下100 进行一个小时的这个急速冷冻 来做到这个保鲜 还有杀菌的功能 经过液氮急速冷冻之后的榴莲呢 会存放在一个零下25度的一个冷藏间 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哇 零下25度 这里边真的是非常的冷 我们看到呢 经过液氮急速冷冻之后的榴莲 所有的榴莲都会存放在这里 而在零下25度这样的环境里呢 榴莲大概可以保存一年多的时间 当我们接收到订单 我们就会让生产物 跟着客户的要求来进行包装 那他们包装 真空包装过后呢 我们最后还有一个检测环节 就是检测它的重量 它还有一个消毒的环节 就是因为疫情爆发过后 我们新深色的一个SOB 就每一个在包装进箱以前的榴莲 都不需经过消毒 在它包装完以后 进箱以后呢 我们还会对箱子 还有榴莲做检测 抽样检测 在刚刚过去的2021年 马来西亚的榴莲 再次迎来丰收 虽然受到疫情的冲击 在工作人手和国际运输方面 受到一定影响 但榴莲价格仍持续攀升 出口到中国的比例 也在持续增加 我们感受的是每年 每年都有在增长 以出口的比例来分配的话 我们的企业会把 70个百分比的榴莲 都先预算给中国 感谢观看